远熊海洋公园20周年庆系列最压轴主题 海底王国游乐区正式启用 更新升级之后的远熊海洋公园 将寓教娱乐贯彻于游玩全过程 让大小朋友一起嗨玩 打造微笑海洋的旅感生活 花莲远熊海洋公园20周年庆系列活动 最终压轴全新游乐设施 海底王国正式启用 董事长伍祥森表示 升级版的远熊海洋主题游育员 加入了更多互动教育体验内容 要以共育共乐共生为理念 建造全台独一无二的海洋海底游育员 我们在想的是 我们除了让这个主题员 更多的热情更多的快乐 就是我们创造一个共乐之外 其实我们发现 我们对未来还有另外一些想法 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共育跟共生 也就是我们希望把主要的 娱乐的目的达成的时候 我们对于未来 对于我们这块土地的责任 对于我们下一代 我们该提供一些更好的环境 于是我们在整体的整改过程当中 我们融合了非常多的教育 我们希望在未来 所有的在主题员区里面 所看到的游戏 所有的表演 所有的内容里面 把教育的意义再提升 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 能够更热爱土地 更热爱海洋 更热爱人群 我们希望我们未来的 对于这块土地 对于海洋 我们能够有一些共生的责任 全市的设施包括了 海国王号 水母万花筒 海底探险家 乘风破浪 海洋嘉年华等五大游乐设施 缤纷色彩 可爱造型 刺激好玩的游具设施 让大人小孩都还翻天 庆祝海洋公园20周年 还提出了多项的 数数参与优惠专案 要抢供接下来的 圣诞和跨年假期旅游市场 谢谢陆慧 欢迎市报道